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2月5号 张医师线上直播 今天张医师要讲经络穴位 阿世穴原始痛点 之后老师还有实作教学 现在就请张医师开始 张医师 好 我们今天就上一堂 讲原始点讲完之后 紧接着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刚才 刚刚如主持人所说的 那我们现在进行吧 经络穴位阿世穴原始痛点 经络穴说是中意外治法的理论基础 更是临床针灸穴位的诊疗依据 2000多年的时间也证明是有效的 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 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更可谋到世界各地 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一与经络穴位思维的阿世穴 与原始痛点 而他们是否有可能 弥补经络穴位的不足 甚至突破中医旧有的格局 使医学的诊疗体系 我们来看第一段 这里开始就先介绍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的介绍应该是从皇帝内经 就开始来谈 那经络学说是外治法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那外治法我们知道 中医有三大疗法 一针二灸三用药 那针跟灸都属于外治法 那外治法的理论基础 当然就是以经络学说为主啦 你在临床上利用针灸穴位的时候 那经络学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诊断跟治疗的依据 所以简单的讲 他外治法的诊疗体系 在经络学说里面 是一个最为重要 那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如果是内治法 他的诊疗体系又跟外治法不一样 比如说内治法它是三用药 用药的时候 他的诊疗体系就是试诊心法 利用试诊心法来分辨辩证论治 所以中医他的诊疗体系有两套 可分为外治法跟内治法 那外治法简单讲就是 以经络学说为主 这个从黄帝内经到现在 这样算下来也有两千多年了 实践证明也是有确定有效的 这个对中医的发展 对人类的贡献 确实是重大的鉴定 这一部分也慢慢从中医 然后发炎地 然后慢慢流传到世界各地去 在外治法上 他因为解症的速度快 所以对人类的健康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在这两千多年来第一次出现跟经络学说最为不同的 那就是在唐朝的时候孙思廟提出的阿世线 那后面阿世线我们会介绍 那另外在从阿世线一千多年之后到了现代 那我最重要又出现了一个叫做原始点 原始痛点 阿世线也好或原始痛点也好 他的思维体系跟原来的经络学说的思维体系 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在这样不同的情况下 到底他对经络穴位 有什么可以起到什么补足的功效呢 如果他的疗效是跟经络穴位一样的话 那阿世线就没有意义了 那当然原始痛点也就没有必要在这样制成一个体系 也就不必要 那他们之所以会出现 一定有他们的作用 那这些作用是否可以突破中医就有的格局 使医学的诊疗体系更去完善了 我们前面有说过了 经络学说他本来就是外治法的一套 算是完善的诊疗体系 那阿世线也好或原始痛点也好 对这个诊疗体系有没有跟帮助呢 这就是第一段 我们补充说明到这里 那我们继续来看经络穴位 经络穴位的不足 早在唐朝时的药王 孙思苗就注意到了 有一次他用十四经络穴位 治疗一患者的腿痛 经半月无效 于是他尝试避开患处 一分一寸的在其病腿上掐湿 令群筋落外的压痛点 然后下针 方才见效 但次日痛点位置却变了 相传是在七天中 变换了五个位置 才告治愈 我们还是就这一段 先来解释一下 那经络穴位 我们前面讲过 是在唐朝时的药王孙思苗 发现的 他的阴言就是 有一次患者腿痛 他用十四经络的穴位 去治疗 结果经半个月无效 我们说一个伟大的医学家 不在意他天生就会 而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去找出原因 克服这个问题 来解决他 他不会一直维持着 旧有的思维 他一定会想去改变他 他会进一步想 为什么书上是这么写的 但临床上又不能做出来呢 这样的情况下 他就开始尝试着 另外一种方式 这也就是孙思苗 跟很多医学家不同的地方 他也因为从失败中 他想我 真是十四经络穴位 应该有效 那为什么半个月都没效 他就开始尝试另外一种方式 也就是下面我们说的 他就在患者的腿上 避开患处 一分一寸的 在病腿上掐湿 那这些掐湿的地方 就不限于经络穴位了 跟经络的十四条也不一样 也不在乎有没有穴位 掐到有一处特别痛的点 就是压痛点 孙思苗称为阿世线 他就从这一个方 这个地方下针 一针下去 立刻见效 那见效了 患者回去又痛 次日他单人又回来 回来他又开始找 那个压痛点 结果位置又变 那按压 他不是在以经络穴缩为主的 也就是他抛开了十四经络 那个路线 然后也不在乎有没有穴位 他掐湿的就是在找压痛点 当他押到的找到的时候 就从压痛点的位置下针 这时候就有效果 那腿痛就改善 次日患者又来的时候 可见患者虽然当下有改善 我相信回去 他应该是又痛起来了 他隔日又来治疗 治疗的时候 他在帮他找压痛点的时候 这时候压痛点 跟昨天的位置又变 这样的情况 在七天中 变换了五个位置 当然这五个位置都被他找到 最后才告知语 我们从这一段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段的叙述 本身就已经隐含着 诊断跟治疗的体系在里面 比如说 他避开患处 往上掐湿 在掐湿找压痛点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诊断 我相信孙思苗的思维 一定认为那个压痛点 也就是患者没有感觉 被他找到的这个压痛点 就是一个致病的开关 他才会找到之后 增次这个穴位 结果患者就改善 那很明显 他的思维已经形成了一个 就是患者没有感觉的痛 他只要找得到的那个位置 他只要找得到的那个位置 应该就是开关 就能解证的开关 结果他在这七天中也发现了 这样的诊疗体系每次都要找 而且这个因为位置会变 所以他在七天中找到五处的地方 来治疗这患者的腿痛 这样总算才告治愈 那从这一段的经历 也可以感觉得到 孙思苗已经有一套他的诊疗体系了 只是当然这个看起来蛮简单的 也不复杂 但是我们后面讲的 每次要诊断找压痛点的时候 这个确实有一点困难 唯一一点是这样 要不然整个 诊疗体系 从不这样来看 还算蛮简单的 好我们继续来看他下一段 怎么叙述 阿世学即使因压痛而得名 孙思苗认为 他比经络学位更为有效 由此看来 阿世学疗效之所以 更胜经络学位 显然阿世学 必有不同于经络学位之处 此即 阿世学 如换处外的压痛点 且不被固定位置所限 并通过双方互动 才确立 这与经络学位的位置固定 单方推断 且无需确认 是否为压痛点 正好相反 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段 那我们前面讲的 他就是在找压痛点 而压下去很痛 患者会阿一声 所以他就把他称为阿世蟹 也是因为这样 然后他经历了七天把患者的腿痛治好 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认为 这个阿世蟹比经络学位更为有效 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孙思苗他用十四经络学位 治疗患者的腿痛 他两个礼拜都没有效 他用他的另外创新的诊疗体系 只需要一个礼拜 就能够把患者的腿痛解决 从这样的结论来看 孙思苗当然认为阿世蟹比经络学位更为有效 这样我们来推断 阿世蟹疗效会更胜于经络学位 一定阿世蟹有不同于 那个经络学位之处 也就是他一定有不同的操作 诊断跟治疗的体系一定都有不同的 那最大的不同就是阿世蟹 他属患处外的压痛点 那这个压痛点要找 然后压的时候患者要告诉他 所以他那个位置没有固定 不像穴位他是固定 而且你压了会不会痛 一定要问患者 所以也是通过双方互动才能成立 这一点跟我们的一般的穴位 他已经就是固定在那个位置了 只要你找得到那个位置 你不要问患者 这一处会不会痛 要不要压一压 中医真是穴位是不必要 所以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这已经络协会的位置固定 然后单方退断 他也不需要问患者会不会痛 所以他单方面就已经下了结论 他也无需确认这个 一般的穴位有没有压痛的感觉 也不需要 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 都在在显示 这以我们的经络穴位的诊疗 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所以我们说在经络发展的过程中 这个诊疗体系第一次完全出现不一样的 完全是一个创新的 那就是孙思苗 他大胆的提出这样的看法出来 这对中医当然是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创新 也是一个颠覆吧 这后面我们会讲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从阿世学的发现来推断 经络穴位 也是古人在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位置 但如认为 其背后有真实的巡行路线 纵横交错 周辨全身 然后寻经而取固定穴位 那就形同客舟求见了 阿世学正是突破了这种思维 其意义就如同 原始点医学的压痛点 不但是代表疾病的提倡位置 而且也是治病的重要开关 所以孝艳胜过经络穴位 低口说是对经络的发展 也可说是对经络的颠覆 阿世学这种跳脱经络的创新思维 在原始点的应用中 也可以得到印证 以手臂为例 经络是由手三阴 手三阳 六条贯传分管 原始点则是由肩部 肘部两处涵盖整条手臂 完全不需要区分路线 换言之 原始点的作用模式 与经络的单线式传导不同 它是立体式 层片区的 如石头与水 水波必向外全面扩散 而非单向进行 因此针刺穴位 既不需循行路线的假定 也就不存在 群经取血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我们从阿世蟹来推断 经络穴位 也是古人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位置 因为阿世蟹它也是找压 压痛点的位置 那同样经络穴位也是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是 一定是从临床中归纳出来的 它不可能想出来 那当然后人常常会有穿着附会 一直认为 这个经络穴位 很有科学 为什么 它有十四条 十四条里面又含有很多的穴位 而且整个循循 都可以讲得那么清楚 然后它可以涵盖挂前身 所以你只要循着 这个经络的穴位 然后看它可以 这个穴位跟经络 往哪个方向去 那那里有痛处的话 你只要征穴位就可以达到行经起穴的问题 但是问题后人就进一步把它归纳 这个位置是不是因为太复杂 那如果没有一个神通的话 怎么能够看到体内有这么复杂的十四条经络呢 还有那么多的穴位呢 所以很多人穿藏护卫就说 这也许可能是有一些修行人 然后他们在修行的过程中 在定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内体 然后有这样的循环 然后有这样的循行的规律 我常常听这样的说法 但很显然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像压痛点的那个位置 如同那个孙思苗讲的 阿世穴比经络穴位更为有效 那这些修行人怎么又没有发现呢 还有更简单的原始点 他只要一条脊椎还有七处 就可以解决全身的问题了 那为什么这么大的开关 这些修行人反而在定中没有看见呢 所以也说不通的 所以我说很多后人就会把他穿藏护卫 然后以为这个经络穴位 就是真实不虚的 然后就很刻板的 就以为照着书本上 这样就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那很显然 如果你这样想孙思苗是失败了 可见经络这一套诊疗体系 是有必要改进的 譬如说我当时候考上中医师的时候 然后理论上也都读得蛮熟的 黄帝内经那是必考的嘛 但是真正应用在临床的时候 又常常感觉奇怪 好像没有那么好用 所以就又花钱 花钱去跟人家学针灸 临床的针灸穴位 然后这样在临床上 才可以有一些效果出来 那如果是这样 那这样寻经起泄 确实是有问题的 要不然我们从书本上就照着书本 行经起泄就好了 但是很明显孙思苗也失败了嘛 所以这么看来 不要把它 也就是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不能全然相信啊 因为医学是要解决疾病 不是就是理论写得很好 但却做不出来 这样的理论 也是对医学没有帮助 而且又复杂 那后人再加上穿藻付费 给他很多神秘的夹杀 然后还有一些科学家 就甚至在穴位上 用一些科学仪器 去测试那些穴位 如果科学仪器能测试到 那压痛点这么大的开关 怎么会测试不到呢 那如果经络穴位是 真的有这样脉络可循 为什么这14条 最后原始点只要有一条 然后七处就可以完全取代呢 所以从这些种种来看 这些穿藻付费的 大家也就不要太听听就好 但也不要前然相信 那如果你照书本上这样做 常常是做不出来 所以我说就好像形同科舟求见了 那我们来看阿斯蟹 阿斯蟹好 下一页 阿斯蟹就是突破了这种 刻板的思维 那它的意义呢 就如同我们原始点医学 找出的压痛点 因为这个压痛点我们前面在 诊断与治疗那里都讲得很清楚 这个压痛点它是代表体伤的位置 体伤的位置 这里就是疾病之因 我们说疾病之因就是体伤的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既然是体伤位置 当然疾病之因就是开关 所以也是致病的重要开关 那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个阿斯蟹就如同原始点的压痛点 那原始点的压痛点 当然有分大开关小开关 如果它的位置是在原始点位置上 那它的效果就更好了 这个那如果离开了原始点位置 那这个压痛点就变成小开关 所以从这里 当然已经点出一点了 阿斯蟹跟压痛点 其实它的思维在这一点上 是交集的 是有共同之处 但不同的是 原始点医学又进一步的 知道压痛点 如果在原始点位置 也就是总开关 那它的效果就更好 它管理的范围就更大 那如果离开了原始点位置 它还是一个开关 那我们说像遇到硬结肿块肿瘤 你除了要按推大概关以外 那在肿瘤周围 硬结肿块周围 你还是要去找患处 周围的压痛点 再来处理 那这样效果就会处理 凸显出来 那这样看来 这个阿斯蟹到底是大开关呢 还是小开关呢 孙思苗在那个年代 是没有分到那么细的 因为它也没有找出疾病的起源处 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条脊椎脊七处 那它纯然就是 在每次遇到患者 他都要重新再找一次 那找到的也可能是在患处周围 那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的大开关 甚至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手腕痛 手腕痛当然开关是在手肘 那手肘肩部原始点 往上就是肩部原始点 有时候我们按肩部原始点 它也会痛啊 还是有压痛点啊 这个我临床上常常遇到 那只是说 手肘的压痛点 按推 它手腕的效果会最好 因为离患处最近 前面我们在谈原始点也有讲 那个原始点相对应的压痛点 它是最有效 那你距离患处越远 它的疗效就越来越减 直至消失 前面就有这样的说法 那很显然 肩部的阿四线也就压痛点 当然对手腕还是有效 只是它的效果 跟肘部原始点 的压痛点比起来 就效果差了一些了 可见我们前身的压痛点 是有很多处 那只是 当时候孙思苗 有了这样的思维 但他没有进一步 再把这些问题都理清 因为他能找得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原始点你看要最后归纳成一条脊椎脊七处 光这一个工程就足足花了五年了 五年才最后才确定 人体它只要有一条脊椎脊七处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再去找压痛点 那个相对应的压痛点 对于患病症来讲 那个解决速度就更快 所以 好我们就这样来看 这个压痛点跟阿四蟹的相似之处 也不要分大概关小开关 反正这些开关都是解症的重要开关 那这样 他已经代表是一个致病的重要开关 这也就是孙思苗为什么非常强调 阿四蟹比十四经络的蟹位更为有效 所以啸宴胜过经络蟹位 那这样他对于经络蟹位 有什么贡献呢 当然是非常大的贡献 第一个 他的诊疗体系 跳脱出原来既有的 那个思维了 所以他是对经络的发展 非常有贡献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也是对经络的颠覆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那阿四蟹跳脱 如果经络蟹位这种创新的思维 在原始点来看 也可以得到印证 那我们来看 我们就举手臂来讲 手臂如果以经络蟹位 它光经络 先谈经络 它是由手三阴 手三阳 也就是手背部 我们称为手三阳 那内侧称为手三阴 各有三条 那加起来就六条 那但是 这六条如果是真实不虚的 那为什么原始点 它的开关 也就是肩部原始点跟着部两处 就可以涵盖整条手臂呢 而且完全不需要七分路线 然后效果又好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阿四蟹为什么说 它在经络蟹位以外 找出的阿四蟹 效果比十四经络蟹位更为有效 这又是一个佐证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那我们再换一个说法 原始点进一步 它的作用 从作用来看 我们知道原始点它的作用模式 它绝对不是像经络 只是单线的一条一条的十四条 那种单线式的传导 它不是这样 就像我们刚刚讲 左部原始点 你一按整个下臂 这个手肘以下到手腕下 整个都有管道 它是立体的 肩部原始点也是 一按从肩到肘 这整个上帝 它全部管理到 那就很明显 它是立体式 它的传导 传导的作用 非单线进行 所以我们这里就举一个例子 那原始点就好像石头投于水 那水波呢 它会循着那个石头丢下去 然后一千一千的往外扩散 所以我们说水波必向外 全面扩散 它是立体式的 所以而非单线进行 这样已经足以说明了 这个才合理 怎么会你刺激了 好像就寻成当时候 经络学说的规划 然后它的影响力就在这个线上 这样子在传达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就可以看出 真治穴位 它其实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真治穴位 它如果假设有寻形的路线 那我们就在这里面 寻经起泄来达到结症 那这个是不存在 没有这个有这样的关联 也就是这样 孙思苗 为什么治疗一个患者的腿痛 半个月还处理不好呢 它就是寻经起泄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问题 就可以厘清了 那也可以厘清 为什么孙思苗 为什么会说经络穴位 比十四经络的穴位更有效呢 而它的诊疗体系 确确实实 已经跟经络学说的诊疗体系 也就是外治法 已经不一样 这是很 在我看法算是很对中医的外治法 很大的贡献 只是可惜啊 你看从皇帝内经到唐朝 已经经过一千多年了 那中间好像大家也没有提出什么 比较不迫性的创建 直到孙思苗有了这样的思维 但它提出来之后 好像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回响 然后它的学说就这样 又沉寂了一千多年 直到原始点的出现 又掀起了一阵 就是一阵的探讨 对经络学说的开始 有一些探讨 不同的声音就出来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到底原始痛点跟阿世线 经络学位 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怎么样 好 我们请莉莉来把下一段捏一下 那么原始痛点 即阿世线之后 又有什么新贡献呢 这可以从它与经络学位 及阿世线的四种比较中 得到答案 第一 三者都是代表位置 但在分布上 原始点只分成一条脊椎 及七处 之为简要 经络 则分成十二正经 任督二脉 及落脉等 在这些经络路线上 分布着三四百个学位 阿世学 则无固定分布范围 第二 三者 皆可解除踏出体伤 所致之病症 但在处理上 原始痛点 是通过按推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 因为位置仅有一条脊椎 及七处 所以简单 易学 经络学位 是通过经络理论 以决定正次学位 因学位繁多 分布于不同经络 以致配学不易 难有标准 所以复杂难学 阿世学 是通过针次换处外的压痛点 因压痛点的位置不定 又无固定分布范围可循 所以难以应用 第三 原始点的压痛点 需避开换处 经按推确认 双方互动 才能成立 但因它位于原始点 所以疗效更为显著 这类似于阿世学 而不同于经络学位 也因它位于原始点 所以有固定分布范围可循 此则类似于经络学位 而不同于阿世学 原始痛点的这些特性 不但解决了经络学位 繁多 以至配学不一 疗效不定的问题 同时 也突破了阿世学 似大海捞针 以至千年来 无法应用于临床的困境 第四 照出原始痛点按推 不仅可达到治乙病 或治未病的医疗目的 还可达到分辨乙病 或未病提上位置的诊断目的 使诊断与治疗 可以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如此 诊疗既不曾闻 也不曾见 并非只能治乙病的阿世学 及经络学位所可以比拟 所以 原始痛点的发现 非但为中医 也为全球医学的发展 开创出一个 前所未有的占星局面 好 我们来就 原始痛点 跟阿世学 及经络学位的比较 我们来看这一段 原始痛点 既阿世学之后 又有什么新贡献呢 那他 要说他的贡献 那就要比较了 那跟经络学位阿世学 这四种比较 就可以得到答案 那我们来看哪四种 从第一点上 三者 他们都是代表位置 前面已经说过了 都是从位置上去分胜部 那位置是最重要 那这也是我们 在谈手法的时候 就有说 你要解症 治疗疾病的话 守中位置 其次才是技巧 也就是说 位置就 找对跟找错 就已经决定胜部 那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就是开关 治病的开关 所以 外置法最重要的是位置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之前我说的 寻经起泄无效的时候 孙思苗 他就 发明了阿世学 然后也是在找位置 那我 读了房地内经 当时我考过中医师的时候 我临床上 还是做不出来的时候 我就再去补习 那补习 这些老师 教我们怎么找位置 效果才会出来 也就是找 什么病 应该找什么穴位 来配穴 才会有效 所以他一定是 还是位置 所以从三者来看 位置最为重要 也当然从治疗上 也是位置就 决定胜负 好 那我们来看位置 在分布上 原始点 全身 只分成一条脊椎脊七处 也就是一条脊椎脊七处 他就可以 涵盖整个身体的范围了 所以非常简单 恶药 好 那我们来看下页 经络 他就不是这样 经络他有十二正经 然后还有任督二脉 甚至在接续的 在这些正经 还有分叉出来的 我们称为若脉 那么在这复杂的 经络路线上 他更复杂了 因为在这里有三四百个穴位 哇 这个所以在学习上 确实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 那阿四穴最为简单的 他连一条 比原始点还要简单 因为怎么样 他也没有一条脊椎脊七处 没有固定分布范围 所以看起来是最简单 但因为简单到不行 所以操作上就有一点困难 每次都要找 从三者 就是位置的分布上 理论诊疗体系 最简单的是阿四穴 其次是原始点 最为复杂的就是经络了 应该是这样说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的比较 好 这些位置都可以解除 他注体相求自治病症 也就是这三者的位置 都有具备这样的作用功效 那但在处理上 他们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原始痛点 他要通过按推原始点 位置的压痛点 才能够有效 那原始点位置我们说的 就是一条脊椎及七处 那一条脊椎大家都知道很容易找 比如脊椎没有人 不知道它长在哪里 那七处呢 就是头一处 手三处脚三处 这样就七处 所以非常容易学 简单易学 那我们再来看经络穴位 经络穴位 它的诊疗体系 一定是通过经络理论 来决定针刺的位置 也就是针刺穴位 那因为穴位太多了 三四百的很多 然后又分布于不同经络 所以造成配泻不易 因为配泻不容易 也不容易有固定的标准 所以复杂难写 这也是造成为什么 假设我们一个手腕痛 你去三家中医诊所针灸 所有的穴位是不是都一样呢 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它没有一套标准 标准可言 那寻经器械又没有办法 发挥它的疗效出来 那大家就有不一样的思维 即便大家都从皇帝内经 把经络学说背得很熟 但实际在应用上 确实各有方法 所以难有标准 所以你要学习 真的很复杂 非常难学 然后在临床上穴位那么多 你要从中 从三四百个穴位中 取到最有效的来对峙病症 真的很难 这就是很多读书很会读书的人 经过学说虽然很复杂 穴位也很多 他都可以背得起来 但一旦面临到临床 他又不一定做得出来 也就是这样的情景 那我们来看阿尸蟹就比较简单了 他就第一个避开患处 然后找压痛点 然后找到之后就增赐这个 阿尸蟹的位置 但因为压痛点的位置就如同 孙思苗讲的 他会变换 那每一次你都要找 又没有固定分布范围可循 所以就变得很难以应用 即便他是创新的 但因为难以应用 结果即便这样好的 诊疗方法被提出来 但是后继也无人 因为他不足以 把经络穴位完全推翻掉 他没有办法完全颠覆掉 如果说他可以补足他的不足 但因为难以应用 很多医师就不用了 这个非常可惜 那我也是 我临床上当时也不会想到 用孙思苗的阿尸蟹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腿痛 那你要到处按 到底压痛点在哪里 孙思苗也没有讲 也可能在腿上 是不是也可能在手上 也可能在身体上 都没有讲 那这个一早下来 很可能一两个小时 说不定都找不到 也有可能 这个是对很多临床医师的一个考验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就很少人再去应用这个阿尸蟹了 好 这是三者的比较简单的讲 里面最好找又最简单的 很显然就是原始痛点 那经络瘦位是最为复杂 最为复杂 但是还是可以发挥一定的疗效出来 那阿尸蟹虽然它的效果是 比经络瘦位更好 问题它很难找 所以临床上反而不被应用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点 那原始痛点 我们来介绍原始痛点 原始痛点就是原始点的压痛点 也就是在原始点位置找到的压痛点 它一定需避开患处 也不能再患处按的 然后经按推确认 也就是按压 然后患者确定这一点特别痛 这样才可以 所以它也是双方互动 而这一点上跟阿尸蟹非常雷同 但是它有一点不同于阿尸蟹的是 因为它位于原始点位置 那我们说原始点位置 它是疾病起源处 也是致病的总开关 它离患处最近 所以它的疗效 最为有效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然后压痛点如果在原始点位置 它涵盖的范围 就可以显现出来 它就会有一个立体式的涵盖范围出来 好 那这个范围 如果你应用在原始点位置上 它确实可以治疗很多病 比如你膝盖痛 脚踝痛 你只要找到大开关一按 膝盖跟脚踝都可以同时好 甚至你大腿又酸痛也可以同时好 它涵盖范围很大 前面在诊断与治疗我们都有讲 但如果你离开了原始点 你膝盖痛 你去膝盖周围找压痛点 即使你找得到 即使找得到 你那个压痛点也只能治疗膝盖 那脚踝你又要去找脚踝的压痛点 周围的压痛点 那不是很累 所以大开关跟小开关 它的疗效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在诊断与治疗 就介绍得非常详尽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 因它就是 但因它位于原始点 所以疗效 更为有显著 更为显著 就是比阿四穴更为显著 简单的讲 阿四穴它的疗效 比经末穴位更为有效 但原始点的位置的压痛点 又比阿四穴的 疗效更为显著 那表示这里很显然 因为它大开关 前面我们原因也讲过 所以可见 我几乎就可以做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以疗效来看 原始点位置的压痛点 胜过经络穴位 那 胜过阿四穴 也就胜过 孙师鸟的这个 诊疗体系 阿四穴 但以孙师鸟来讲 阿四穴的诊疗体系 发挥出来的疗效 又胜过于经络穴位 很显然这样一比较 下一页 也因为它位于原始点 所以它又跟阿四穴不一样 因为怎么样 它位于原始点之上 所以就有了固定分布范围可以寻找 那阿四穴是没有办法 它位置不固定 也没有固定分布范围 所以它难以应用 原始点这一点刚好跟阿四穴完全相反 反而这一点上就跟经络穴位比较一致 都有固定的范围可以去寻找 所以前面也是因为它位于原始点 从疗效来看 它类似于阿四穴而不同于经络穴位 那这里也是因为位于原始点 从位置来讲 它有固定分布范围可行 而这一点从位置来讲 它又比较类似于经络穴位 而不同于阿四穴 好我们再看下面 所以原始碰点的特性 有了这些特性 刚好就可以解决怎么样 经络穴位繁多 以致配屑不一 疗效不定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扎了有效 有些人扎了 因为位置的不同 有些人扎了就没效 那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反正你在原始点涵盖的范围去找压痛点 这一个范围内的 他处体伤都可以立刻解决 同时也突破了阿四穴 四大海撈针 以致后来千年来无法应用在临床的困境 也可以解决他了 因为他的位置都固定 而且他的位置就在一条脊椎脊七处 你只要找到相对应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 他的找法非常简单 七处怎么找 你手指头痛往上就是手背部 你手背以上照手肘 往上找就是肘部原始点 同样肘部到肩部 你这一个范围 你只要找肩部原始点 就可以涵盖抓 其一角也是类如同这样 那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近 然后又有固定分布范围 又简单 所以 医者解决了经络穴位的问题 同时也解决了阿四穴 难以应用的困境 这把经络穴位还有阿四穴 这些问题一并都解决了 也就是原始痛点 在第三点上已经把这个特性 把它讲出来 好那对于第四点 它又跟经络穴位有什么不一样 对我们的医学的发展又是怎样呢 从第四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页 因为找出原始痛点按推 就是在原始点位置里面 你去找到压痛点 然后从压痛点按推 不仅仅可达到自已病或自未病的医疗目的 还可达到分辨已病或未病体伤位置的诊断目的 这个在诊断与治疗都已经讲了 如果你没有病 你去找压痛点按推 那他没有病既有压痛点就是体伤位置 疾病的体伤位置你把它解决了 那疾病就可以消灭于无形嘛 所以可以达到自未病 那同样已病那就 就如同前面介绍 你在相对应按推原始痛点 就可以解决他 所以他可以自已病也可以自未病 然后还有一点如果按推像疾病 按推没有效 那你就知道 这个没有立即改善 就知道这个是患处体伤 他如果有效就是他处体伤 那未病呢 你没有病 你只要在这个位置找到压痛点 那个就是疾病之因嘛 体伤位置 所以不管已病或未病 你都可以达到诊断的目的 所以他在按推原始痛点的 这个过程中 已经具有 自已病自未病的医疗目的 也可以达到 分辨已病或未病 体伤位置的诊断目的 就在这个动作上 他已经使诊断跟治疗 可以完全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我每次讲到这里 都有感触很深 就是我们的医学 他的诊断跟治疗是分开的 好像西医 你诊断的时候 他一定要用仪器 把你全身检查过一遍 他检查了一遍 很耗时啊 有时候要好几天啊 那诊断出来了 然后再经过医师的研判 再治疗 有时候又要花一些时间 所以他常常是分开 而且耗时又耗前 浪费太多资源 这个医学又搞得太复杂 所以诊断跟治疗 在西医的发展下 又把诊断跟治疗 复杂化 比中医还要复杂 那中医我们说的 在外治法的诊疗体系 诊疗体系是 以那个经络学说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达到一体 很难了 按了知道他的体伤位置在哪里 是不可能做到 何况这些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他们的诊疗体系都只能治疑病 目前还没有达到 治疗病的目的 还没有办法 从医疗的角度 我们前面医疗与保健 也有介绍过 即便中医先生 治疗病 有治疗病这一个名称 相公治疗病 但是他们是以保健的角度去发展 也不是医疗 要不然你医疗你怎么知道他 病在哪里 即将要病的位置在哪里 他没办法诊断出来 那所以从这一个体系来看 把诊断跟治疗完全融合在一起 然后你一个按推就可以完全明了 也只有原始点才有办法 所以我们下面就讲了 我们看下一页 如此诊疗啊 既不成文也不成见 这种诊疗 简单讲就是空前了 那我相信可能 除了原始点以后的发展 能不能这样把诊疗合一 我可能认为除了原始点之外 也很难再发展出来 那所以他这样的诊疗体系 并非只能治疑病的阿世穴 其经络穴位所可比拟 也就跟阿世穴 跟经络穴位比较 那真的是不能相比 因为他只能治疑病 胃病也谈不上 而且进一步讲 他也没有诊断的功能 在按堆的过程中也没有这样 所以我们这里就 最后就做一个结论 所以原始痛点的发现 他已经不是只有为中医了 中医他的诊疗体系 也是蛮复杂我们说的 然后西医更复杂 所以如果从这个诊疗体系来看 他已经不止是在中医的部分 也不只是在西医 即便以后的任何新兴的医学 在发展 他已经都开拓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这是原始点对全球医学的贡献 我相信如果大家在临床实坐上 用了原始点 那很这个情形就可以感受到 那为什么很多病人来 你看他说 哎呀我做骨神经痛 如果西医可能要造脊椎 造腰椎是不是有压迫啊 有没有长骨刺啊 椎肩盘有没有突出滑胃啊 这些他们会去检查 然后造出来又要判读 然后治疗也未必一定有效 那原始点不是听完之后 你腿痛如果是从那个臀横蚊以下栓下去 那很明显嘛 就从臀部原始点按一按就可以解症了 听完马上知道答案 知道答案马上按推 就可以马上立即解症 你想还有这种比重医学 更简便 然后更省时 不浪费资源 然后光按推就能解决了吗 也不需要手术 就能够把这样的疾病立刻化解 所以原始点 它的贡献确实是从这一点上 我觉得以后的医学 不可能再离开原始点 因为它的诊疗体系又简单又有效 除非啦 你不想把它简化 而想把它复杂化 然后把它商业化 然后想赚大钱 那个我就不敢讲 那如果站在病人的立场 当然是越简单越好 越省时 越不浪费金钱 那又能解决疾病的医学就是最好 那原始点它是人性化 也是生活化的 而且它也是最为自然的 所以我相信它将来的发展 我是很乐观的 好那我们 从原始点介绍到 经络穴位 阿四穴 还有原始痛点的比较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清楚 不会再问我说 那原始点 按推原始点 跟经络穴位 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想应该就不会问这些话 好 那我们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是十座教学 2021年12月5日 十座教学 拇指 拇指 原始点 按推纠正 拇指 拇指 原始点按推纠正 实物操作影片 好 那拇指的开关 就是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 找这一点 很多人都错误的这样顶进去 这是绝对错误 它要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从这里 骨肉交界到尽端处 这个就是骨头的尽端了 好 那尽端找到了 十指工具拿好 这一手 这样把它稍微搬过来 这一手顶进去 顶进去之后 放靠近之后 还有一个小动作 就是要往下 往下拉 直接顶进去 这一点一定就是骨肉 一般 这里以上的 这一段 它不在于这里 大家要记得 这一段 它有问题 是手肘出问题 所以要先解决手肘 如果是偏向指头麻的话 两股交界处从这一点进去 也尽量不要从这里 我就是压 对 它刚刚在指是从这里压 但是我们要第一点 应该是从两股之间 这一点进去 从正面进来 好 我看看 这一点痛不痛 还好 还好 那再往上找 这一点 还好 还好 这一点 这有点痛 这里 那它的动点就在中间 好 这个更痛 更痛 那就是更近端处 它不在前面 好 这个拇指痛 就是 我们要找 这个骨肉交界处 也就是在 拇指 往上 到近端处 那骨肉 交界处 一般人都找错 我发现我们的志工 都直接从 鱼记 也就是掌心 那个靠拇指 那个大肉 然后他们就 从这里按下去 就以为就是 开关了 那按了 结果效果都不好 所以 我相信我们台北的志工 会有这个问题 全球各地 应该也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拇指 他的找法 就是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 你一定是骨肉交界处 那你把它翻过来 刚刚影片也都有显示 然后 食指的工具拿好 那食指的工具 怎么拿好呢 这里也有一点技巧 第一个 一定要握虚钱 我们常常握拳的时候都是 有些人就紧握着 那紧握着 这时候你出力紧握的时候 你那个食指啊 就变得很硬 那很硬去顶人家 人家就开始不舒服了 所以 不管你的 你是要按食指的开关 也好 或是要按推 头部原始点的开关 也好 你那个握拳的动作 也就是食指法 你必须要握虚拳 然后把食指夹紧 夹紧之后 然后再顶进去 这样就不会让人家感觉 你那个好像很刺激 有压迫感 这种你就可以免掉这种患者的不适感 然后顶进去之后 你再按推 这样就可以达到 所以重点 第一个位置的确定就是 找到 那个尽端处 就是从骨肉交界处 找到尽端处 然后贴着食指工具拿好 贴着骨旁 然后往下一拉 然后顶进去 这个一定不会跑掉 那这是拇指的开关的按法 那至于手背部这些开关 刚刚视频也有讲 就是第一个 从两指之间 第一点这样按进去 然后往上找 找到骨头尽端处 那有痛点就可以解决 这个应该大家做 比较会做 我就补充到这里 最主要还是在拇指 拇指很多人都找错 所以在石桌上 你找错了效果都发挥不出来 这个视频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臀部原始点按推纠正 臀部原始点按推纠正 15操作影片 第一个 他那个手要放下来 身体再靠过来 这样他这里就下去了 这样几层啦 你那个身材比我好 但是你不会用身材 好 所以要往上 所以你刚刚这样钉 身体又没有靠过去 你是在用蛮力 这样的蛮力老实讲 他没有讲出一点事实 你硬邦邦的 他那个感觉痛 是你硬邦邦刺激他的痛 如果你身体是靠身体 那个是有弹性的 而且可以更深层 就是柔人意识 按下 靠身体下去 它可以到深层 你这个不可能 因为你痛它 它会奔紧 它就会停留在一段 这样磨来磨去 它会伤到你也容易伤到 第一个 弓箭部 如果要按这个 这个做的应该做不出来 力道不够 力道不够 第二个 靠过去 整个身体 这个就全力以赴 这样痛不痛 会痛 会痛 所以不可能没有痛 我整个都下去了 身体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视频是 我看志工在虐习的时候 他第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 手翘起来 那手翘起来 他身体自然就没有往前起 所以他在按推的时候 都是靠手臂的力量 那手臂的力量 你出力 手就会 因为你用手的力量 手就会变成僵硬 那僵硬在按推就不顺畅 然后患者就会有压迫感 而且很痛 然后痛点就找不出来 因为你越大力 患者会跟你对抗 所以他 他们说他腿有问题 但都找不到压痛点 我刚刚现在示范的就是 第一个用弓箭布 因为他长得算是比较壮硬一点 在按推的时候 我就 整个身体 往前靠 那我手是放下来 那大家要注意 这个以前都有讲过 手 手肘跟上手臂 上臂 都要有90度的 那个角度 才可以做出来 然后 你靠过去的时候 腋下那里 有时候都还要有一点空隙 你才可以活动 那整个身体靠下去 第一个 大家不要想用力 一想用力 那你的手就奔紧了 反而揉不进去 你越想揉到深层的时候 你的手 还有身体 反而更应该放松 那放松 然后懂得调整身体的姿势 你反而可以揉得更深层 所以我们志工很多 越想揉深层 越处理 反而揉起来都在表层 当你一旦掌握技巧 就是知道 手一定要放松 不能处理 从肩膀以下都是不能处理的 包括有时候 连上半身都不应该 奔紧想处理 那这个是不可以 那另外还有之前也讲过 这个动作会犯错的就是 很多人整个头就低下来 低到跟手肘很接近 早期就有讲这个就是贪了 贪下来了 好像坍塌了 那这个就整个身体的活动 就被受限了 所以在按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身体的姿势 跟角度 好 这个视频我就补充到这里 清光眼 清光眼 15操作影片 我是七八年前 得到清光眼 那时候是 就是比较轻微的 那时候我就 点姜汤 然后大概在 差不多八个月前 我到台大院做检查 台大院那个视野检查 还有做眼底视野 断层扫描 他跟我说要开刀了 我说我不要开刀 他说你现在 比较严重 那个眼压已经十六十七 然后 要开刀 我跟医生说我不要开 然后我就从 八个月前开始就喷姜粉 我用 就是 就是哪一边痛就喷哪一边 然后 就喷了差不多半年 两个月前那个 医生还是看了一下说 诶 你还是比较好 然后他说不用开刀 然后我 还是照样喷姜粉 可是在大概半个月前 突然就 眼睛就那个眼皮眼肉都肿起来了 我发觉 我发觉姜粉太辣太刺激了 不能喷我就开始改用浓姜汤 那时候眼皮已经 已经痛到就是 我感觉好像毁容 然后这边都变形了 诶 然后我就开始用姜汤 开始喷 喷姜汤可以舒缓 舒缓那个眼压 然后上礼拜二 刚好遇到张医师 张医师来原始点视察 然后 帮我做了一下 大概做了 十几分钟 我觉得做完之后眼睛就亮了 然后 非常的舒服 也没有脏也不会痛 我就觉得很奇妙 然后回家以后就 本来是有戴墨镜 然后现在墨镜也比较少戴 然后觉得 张医师他对耳后原始点 这样按推对清空也是有效的 他体力还不错 所以那一天我就叫他坐着 我就直接用工具帮他按 那一手扶着他的头 一手就是用这个工具 这里有三 这个都是头部原始点 那我认为他的眼睛跟头部原始点 绝对有关 所以我拿着工具直接就顶进去 那顶进去还是用手腕的 手腕的力量 然后帮他做深层的按推 而不是只有这样 这样一般这样会很痛 所以我还是用这样 用一个巧劲 然后顶得很深 这个工具还蛮好用的 可以直接拿着 直接这样顶进去 然后顶到很深层 那第二点 第三点 那重复 我每一点差不多三秒钟 好 我再按上去 好 那我再来按他这一边 好 一样用右脚 这边比较不痛 所以他痛点一般 刺在眼睛的同侧 所以这里 感觉差很多是 差差不多三倍 上次力道比较重 比这个更重 多两倍 多两倍 那我再帮你按一次 这样是不是很大 比刚刚大 有 差四倍 差四倍 所以这个力道又比刚刚大 嘿 这样跟工具哪个比较大 刚才那个比较大 这样呢 有 这样有 嗯 比较进去 哦 比刚刚手还大吗 多两倍 这样力道有进去 哦 中层 啊这样 还没进 好 我用手 这样 这种都在表面 这很深层 这个是要工具 哦 哦 啊 中层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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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哦 深层 哇 这次应该有按道 这样 有 有 哦 有 深层 啊 感觉很舒服 刚才眼睛都是张开的 我拿过的时候 哦 又被张开 对对 我都没有避障 很舒服 很舒服哦 对对对 哦 按完就很舒服 还是再加强 就变得很亮很亮 现在还是亮 哦 现在还是亮 对对 张艺师那个法师我都看得到 哈哈 哈哈 是是 那你感觉按完 嗯 已经很舒服 然后 眼压都没有了 好 那按完之后再涂姜粉里 再红豆袋 是 会不会更舒服 还是差不多 差不多 按完就差不多了 对对对 按完那感觉跟现在差不多 哦 那我只是补充嘛 是 那应该还是在收 请老师补充说明 好 这个是我们的 志工 因为他 就如同视频所讲 他精细检查 说要开刀 那因为他学过原始点 他还是坚持不要 他自己搞了很久 都一直没有好 刚好那一天我去 基金会 因为现在也比较闲 因为书也写出来了 我现在也交给印刷厂 准备要印 所以无事一身轻啊 我现在就可以常常到基金会 那 去了 刚好遇到他 我看他眼睛 哦 就肿起来 然后 眼睛也都有血湿 然后一直扎眼 一看就知道他非常不舒服 然后他跟我讲 很脏痛 我说那为什么不叫其他志工按 他说也有啊 但是好像按的效果也不好 然后他自己就开始用姜 刚刚大家也听到用姜粉喷 姜汤洗 但效果还是不出来 那如果学原始点的都知道 你看他体力 从外形来看还不错 所以他是属于局部的 那体力不错 还可以来当志工 那所以我判断 这个应该不是重病 应该是轻重症 那如果是轻重症 他的处理原则应该是以 按推为主 热源为辅 这个我们在诊断与治疗 都讲得很清楚 那反而他是刚好颠倒的做 他是以热源为主 那自己拿着工具顶 又顶不深 他志工按也好像没有办法达到解症 所以他一直认为按推没有效 所以属贯素体伤 那这个就是判断的 因为手法的问题 就会 误以为是患处 那我们说的像脏痛 多数他处体伤 他眼压高 眼睛就会看起来很模糊 然后也会脏也会痛 那脏痛我们说的 都是震的不适感 多数他处体伤 那我一听说他也给很多志工都按过 那我在想还是头部体体伤的问题 而不是热源的问题 所以他刚好有工具 那我就用工具 那大家也看了 我也有用手 我发现手 顶不进去 顶得 他当然有感觉 但是 位置 没有办法顶到很深 他还是不大人解症 他是比较特殊 所以我就只好用他刚好身上带的工具 来帮他按 那按推的时候 我就也坐姿 你们也看到了 然后躺的时候 躺的时候压下去是力量最大 经过按完 他就跟我 下一次再遇到他 他就跟我讲 可以维持两天 维持两天 然后眼睛都蛮舒服 但到第三天他又慢慢又起来 因为也没有人帮他按 所以第二次去我再帮他按 那从这一个案例我也感触蛮深 有些患者 他那个深层 光用我们的十字法 有时候还达不到 所以如果有工具 甚至将来有一种小工具 甚至电动的更好 你只要按着 然后这个电动工具就在深层帮你来回按 就这样我相信对患者 会帮助很大 不只是耳后啦 因为我们十字的开关要按的 比如说 肘部啊 甚至 手背部这些原始点 都可以用这些工具 甚至脚很多地方 脚踝啊 足背部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辅助 有些是顶不进去的时候 有时刚好有这样的工具 我也不排斥 尤其遇到这位志工 确实你用我们原始点的 一般的手法是按不进去 那也可以从这个 这个志工身上了解到 我们常常原始点 判断很多因为手法的错误 把他处体伤误以为是患处体伤 那一直在用姜粉噴或洗眼睛 那反而效果也没有很好 所以真正要把原始点学好 当然按推观念很重要 然后理论也要加强 好 这是清光眼 眼压高的一个案例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吧 食道癌 食道癌15操作影片 这个食道癌确定 他就是直接切片 哦 已经切片了 11月5号检查 然后那个医生就叫我们赶快住院 要开导 就是要开始做一系列的检查 因为我们身边有原始点的志工 他就说就做原始点 如果张医师的说法就是都不要检查 就是做原始点就对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每天帮他按推都没有停过 哦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喝姜茶 还有饮食 然后就是你讲的那几点 就是要有自信嘛 要有积极 然后要运动 要趴楼梯 然后要从饮食要改变 然后做洗要休息 我们就很固定 可是他的心态一直都很 他会害怕 因为他会觉得说 要屌次了 我都没有去做西医 然后身边的朋友有一些西医的 都会说你都没有做 甚至亲戚就会说 你都没有做原始点 这样子会不会是不好的 然后他就会比较没有信心 他会觉得这样对吗 只这样什么都不吃药也不开刀 也都不怎样 这样有办法把它医好吗 其实原始点你必须要清楚 他跟西医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西医他是用外力 来解决你的问题 原始点他是自救之法 他相信人体本来就有自律力 修复力 他是可以完全修复的 这两个思路原本就不一样 那所以就像你住台中嘛 对 那你台中 现在两条路是不一样 一个是要往北部 一个是要往南部 你又只能选一条路 对 因为他两条路是刚好 从思维上 还有做法上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如果还没有决定的话 我会建议 因为这两条路 一旦你选择了 你自己都要负最后的责任 因为对与错 你自己一定要想清楚 所以你更重要的 今天应该不是要健康 你应该更急的是 我最近都有一些演讲资料 尤其礼拜天 然后还有回播的 包括癌肿瘤 疾病以衰老 甚至重病以处理 这些我都讲得很清楚 而且原始点他的研发 就是因为癌症而已 就是我太太 所以对你问我其他病 我当然也可以讲 但只要问癌 我可清楚 各种癌因为都经历过 因为就是要解决癌症 那你要解决它 你一定要把所有 为什么会造成的因 都把它理清 那我也只能跟你讲 你去检查 西医只是把癌症 癌的问题扩大来解 其实如果你今天 真看懂我说的 癌肿瘤 它只是一个异常形态 它根本不会死的 不应该会一定要见我 那你要见我就是你胖 我就看得出来 你还是没有看懂 所以你要寻求 外看我 能不能给你谢谢 事实上 你那个信心 应该是来自于理解 所以我觉得 你把我的那个多反复看 你真看懂 你绝对不会胖 我以前也是觉得癌是很麻烦 但是从我了解之后 我真正自己也写 我这一辈子肯定是不会 因为 第一个 你们对医学又不懂 我算还医生 我又经历过 那你们就是会好奇 一去检查出来 它可以看出我身体很多东西 但我告诉你 所有看出来的东西 不是老就是病 在癌肿瘤这一个 我还不认为是病 只是一个好话而已 所以我看你那个样子 根本死不了的 那如果以后会死 一定是吓死的 那就是 没事找事干 就是去检查 然后自己吓自己 从此多 开始就是 一路噩梦的开始 他真的是有点不舒服 然后医生叫他检查 然后突然检查出是 你 你以前的日子绝对不是这样 不是 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去检查 然后你哪里不舒服 用原始点按一按 你就可以解 然后再告诉你一些保养之道 你其实 心态上或是怎么样 就不会陷入 今天这种情况 你只要有体力就死不了 记得我讲 你即便没有体力了 你把它割干净了 化疗也都杀死了 我告诉你 你只要没体力照样挂 这就是我在安宁疗房 看到的最后结果 所以我很清楚 对癌 其实不是要治疗他 而是第一个 先要把观念离清 你不离清 那个噩梦 连睡觉都会害怕 我相信 你现在这种情况 不是身体的问题 现在已经检查 已经影响到你的西医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 你这种情况死不了 但是如果你一直以为他 一直要去研究他 那我告诉你 西医所有的讲法 都会让你害怕 恐惧 然后所有的治疗 会进一步让你没有体力 光检查你就没有体力了 然后我说好转移恶化 你去看我癌检友那一篇 我写得很清楚 不是看症状 而是看体力 只要没有体力就是属恶化 那你检查就恶化了 何况他刀子都还没有用出来 然后毒药很有毒米 化疗那个都很毒 有哪一个人吃毒药会健康的 所以为什么只要得癌的 死的都比别人快 不是癌会死人 是治疗过程中 让我们身体受到破坏之后 体力急速下降才挂掉 如果你了解了 你根本不会选择那一条路 你心态上 我也知道一时要把你说到很清楚很难 你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上网 多看我过去的资料 把它离清 你为什么要选择原始点 你想想像原始点有破坏你 没有 按推还会让你舒服 温敷也会让你循环变好 来加速修复 也没有变化 不可能变坏 然后叫你观念清楚 每天过得正常一点 愉快一点 不要害怕 不会啊 叫你运动会有错吗 然后叫你要充分休息 这个很重要 不能熬夜嘛 熬夜体力就没有 没有一项是对你有害的 你只要冷静一思考 这一刻完全对我都是好的 都在鼓励我 那好的就是会让你身体怎么样 完全恢复 那你现在就是你不相信你身体 你相信医师的几句话 因为他告诉你 你不再相信身体 其实真正能修复的是你身体 人家拿刀子来割你 堵你 你身体怎么会好 其实身体你都还完整的就是伸出一个什么东西来而已啊 那那个东西在你身体里面根本不妨害的 它早就有了啦 只是你检查才证实有了而已啦 以前都不怕现在怕死 早就有了 那你不疏忽很简单 就是他 我已经讲了 痛点 痛点帮你找出来 按开一定不痛 我敢百分之百讲 那我告诉你 你割完 以后如果这里痛怎么办 难道你又要破 一直割吗 我看过很多啦 这一次割完 再隔不久 追踪又说转移了 你又惨了 然后不断的手术 不断的化疗 很多人就化掉了 我如果是你 我会选择原始点 不是因为原始点是我研发 因为我很清楚西医的问题 还有你应该怎么走 对你身体是最好 我要提醒你 如果你真的看懂了 现在你就要懂 为什么要走原始点 如果真的选择了 就不要再 人家在讲什么 你在左右摇摆 那这样伤的会更重 因为两条路 它根本是不同事物 这样会消耗热能 如果真的选定 不要再听别人 选择了 不要再听 然后还有一点 最后的建议 不要再去检查了 我说过了 检查是最大的陷阱 我知道 他那些变化 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那些变化 所有的检查 一切不坏就是准备拿手术刀 要不然就是化疗 你竟然不做手术 不做化疗 干嘛要检查 以后检查说没有 那个也不是你要知道 然后我认为 危机就是转机的 刚好也利用这一次机会 让你重视你的身体 然后用好的生活习惯 来把你未来的人生 走向一个健康之路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是一位食道癌患者 他刚检查出来 非常害怕 害怕到他自己都觉得来日无多 所以就是飞得见我不可 本来来了 志工也帮他按堆了 也温敷 他从台中来到台北 他就是不回去 他觉得没有跟我见面 他心还是不安 那我也能理解 所以那一天 我刚好也过去基金会 然后他本来已经离开了 然后听说我回来了 他马上又赶到基金会 想跟我聊 那这是我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那所以这样的患者确实太多了 也很多人一检查出来 整个信心就崩溃了 那他也是又想用原始点 又害怕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各种讲法 所以我最后也是建议他 一定要看我们每个礼拜天 九点到十一点 这个一定要让他看 还有旧有的资料 真看懂他就不会害怕 对于癌的部分 因为我书本上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 这是跟他的对话 其实也不只是食道癌 也是用于各种癌 西医的处理方法大同小异 不过就是手术跟化疗 还有放疗 这个我就补充到这里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刚刚那个眼睛的问题 我还想借这个案例再补充一点 一般的胀痛 如果按推有效就是他处体伤 按推没有立即改善就选患处体伤 但因为很多人的修法有问题 所以常常把他处体伤 误诊为患处体伤 这是目前很普遍的 然后刚好我们又有讲 大开关按推无立即改善 那你之后就可以紧接着就在患处周围 找压痛点来解决患处体伤 但这一句话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如果对于疼痛还有麻酸脏 这些感觉的不适感 你怎么去找周围的患处压痛点 所以对于疼痛酸麻痒脏闷刺 这些在我看法还是要按大开关 即便没有效你在患处也不需要按 什么情况下才要按患处压痛点呢 找患处周围的压痛点 一般临床上是属于硬结肿块肿瘤 甚至像小颅肌炎那一类的 你可以在周围按压找压痛点 就像我早期的鼻子也是有油 那些油坠落吧 你在周围找出压痛点来按推 这是可以的 那像疼痛酸麻像疼痛它是一片的 你怎么找 所以我们上一次视频在讲竹背肿 竹背肿 你不是整个竹背都种种的 这个很多人都常遇见 那你应该按推哪里呢 还是按推大开关啊 竹背肿的大开关就是竹背直接按进去啊 如果你要按它 因为你按推怀骨 那竹背没有消 竹背没有消 这是属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 刚好患处里面有大开关 你就按大开关就好了 然后最主要还是加强热源 比如说涂姜本泥 那一般的 比如说坐骨神经痛我就挤 它整条腿都痛 你按推臀部没有效你在哪里找患处 难道你要整条腿都按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的患处痛点 经过这几年就是去年到今年 我把它厘清了大小开关之后 其实我很少在患处痛点按 很少除了硬结肿块肿瘤 特别强调这些状的组织受损 我才会像乳癌爆掉 撞得组织受损 这些患处的周围才要按 好那我在就是 他处跟患处实际临床上的应用上 就补充到这里 好那这个案例也就讲解到这里 好谢谢各位 公颈癌康复过程 44岁患者 2020年8月29日 因大出血住进医院 经公颈活数检查后 确诊乳头状僵液性癌 中晚期无法手术 2021年4月中旬 再次住院检查并输血 身体越发虚弱 经常出血体力不支 患者刚来原始点服务站时 经常出血流到头晕 入眠困难 便秘 面色蜡黄 无光泽 暴瘦 异常疲惫 怕冷 恶心 嘴唇眼底 全无血色 弱弱的 没一点精神 两只手冰凉 白白的 像娇僻娃娃的夹手一点纹理都没有 肚子疼 腹部有好几个硬块 喜欢凉快 喝一口姜水 马上烦躁 睡觉盖不住被子 体重88斤 来服务站之前 我们就明确的跟患者及家人讲 不能脚踏两只船 不夹择任何其他方法 只要选择了原始点 就必须配合 包括家属 马上停止所有药物 家属如果有意义或意见不同意的 我们会劝退 当时 他和家人观念不清 只关心流不流血 出血就特别紧张 而我们 并没有像许多人认知的那样 想办法止血 我们是想办法补热 通过按推解除提伤 并把热源送到位 一开始 帮他按推 就能够看到 非常明显的改善进步 所以 就知道之前失败的原因 应该是手法出的问题 他之前 又听过老师讲课 知道自己的兵 用原始点 是有希望的 只因观念不清 向外求 原始点教我们健康靠自己 所以 观念清楚 是不用求忍的 除了按推 外 我们还注重外内热源 尤其是内热源的品质 每天运动 吃饭 穿衣服 都会具体指导 义工是天天盯着的 每天帮他改变错误生活习惯 正确认识原始点 每天帮他按推全部的原始点 除了四肢以外 同时还按推腹部 腹骨勾 持骨 每天一边按推 一边温敷 一定把它 敷透了 才结束 基本上是属于热敷 下面铺上电热毯 上面盖红豆袋 还盖被子 晚上睡觉 也是温敷式的 只要有一点体力 都要活动 爬楼梯 俯卧撑 拉筋 活动所有关节 爬山 跑步都做 第一天 4月24日 一勺红身粉 冲水 一小碗喝下 打开电热毯 让他躺在上面休息 盖红豆袋 温敷半个多小时 接着舒缓式按推 全部原始点 手脚除外 又按推了腹部 腹骨勾齿骨 只是舒缓式按推 他却每一处 都反应强烈 看不出他之前八个月 一直在用原始点 提伤太多 所以症状多 体力差 按推后感觉轻松 体力有恢复 温敷一个红豆袋 腹部有好几个硬块 然后有机姜粉 冲水 半小碗 小腹暖贴 24小时温敷 今天做拉筋操一次 适当爬几层楼 晚上睡觉 用电热毯温敷式睡眠 全天少量出血 第二天有出血 开始几天 患者洗凉不洗热 温敷难以接受 最多半小时 烦躁 红参粉 约一两 有机姜粉一两 心情放松很多 最大原因是觉得 以后用原始点 也可以吃饱饭了 之前他吃的蔬菜 只有辣椒 拌大蒜 今天早餐 小米粥一碗 菜包一个 午饭 米饭一碗 辣子炒青菜 下午两瓶面包 晚饭米饭一碗 酸菜包一个 辣子炒青菜 温热饮食 不能太死板 因终于患者食欲不佳 只有辣椒 拌大蒜 吃饭难以下咽 其实 所有青菜 都属寒凉 患者喜欢吃什么 去做什么 只惜煮熟 煮烂 便于消化 善加热性调味料 做的美味 可口即可 吃饱饭 才有体力 4月27日 患者按推视频 第四天 出血较多 今天能受热 全身大温敷三个小时 红身粉一两 爬楼累计15层 今天便秘改善 睡觉也香 第五天出血很多 按推换出时 大块黑色血块掉出来 红身粉 姜粉 各一两 爬楼累计30层 值得说明的是 这几天他和家人 有了解原始点 一共预知 这种情况 一天前告诉他们 所以 这次出血 他是第一次没紧张 第九天 我们下乡种地 没有帮他按推 他们搬进自己的出租屋 这里五月 还很冷 没暖气 冷屋子里冲澡 冻得 哆嗦 腿脚冰凉 出血很多 丈夫为他按推 背部 臀部 没能解症 全身温敷 22小时 没有运动 喝姜身汤 割二两 第十天 很危急大出血 同时出现多种症状 头晕 浑 浑身发冷 冒冷汗 很难 心跳厉害 肚子疼 体力不支 呼吸困难 丈夫为他按推全身原始点 并用电热器对着他烤 提升室内温度稍好一些 红身 干姜片 割二两 温敷 20个小时 第十一天 脸色惨白 无血色 浑身无力 走路晃悠悠 比刚来时还重 马上铺垫热毯 红豆袋 热敷 一边热敷 一边按推全身原始点 呼吸困难 肚子疼 头晕 心跳 这些症状缓解很多 然后按推了腹部 按推腹骨勾 吃骨式 他突然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大开关已经打开 症状已经减轻 换处不推也没关系 停止按推 让他侧躺 用被子包好休息 继续热敷 他感觉还好 半个小时 他就觉得暖暖的 头部晕了 肚子不疼了 肚子不疼了 心跳平稳 不惜顺畅 血也止住了 症状来得急 去得快 今天全身温敷 二十个小时 逆热源加量 红身二两 干姜片三两 先生还给他按推两次 以前这种情况发生时 他们会认为是流血流到头晕 浑身发冷 心碰碰跳 呼吸困难 无疾危及生命 总而言之 都是流血的问题 就会惊慌失措 其实 这些都是果 原因只有一个热能缺失太多 太快 让体伤越发严重 产生诸多病症 我们处理的方法是 快速解除体伤 大量补充热源 第十三天 爬楼累计四十五层 爬楼时 心脏异常跳得快 他以前经常会发生 这种危机情况 但是检查说 他心脏一点问题都没有 今天没有出血 只是自从来到服务站 第一天没有出血 按推换处时 疼痛减轻 腹部靠近吃苦附近的硬块 消失 第十七天 我们下乡 没有帮他按推 上午走步六十分钟 下午走步九十分钟 外内热源 通前日一样 他又有明显不适 体力不支 温身发冷 都是我们不在的时候 发生状况 应该是他生活习惯导致的 比上周好多了 第十八天 觉得很辛苦 难受 抬起多 非常疲惫 一点力气也没有 按推后 没有恢复体力 温敷也不行 喝姜参汤 止冒汗 觉得他是饿的 中病患者 没有食欲 有时没有力气 其实是饿的 他们又不自知 靠义工观察提醒 失望一大晚饭 恢复体力 第二十一天 从五月五日以来 没有再出过鞋 上午按推热夫 爬楼四十五层 下午爬山 跟义工们一样的亮 没有疲惫感 服务称一次能做二十多个 他说 从治病以来 真正感觉到好转了 家人也不恐惧 都有信心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还是每天帮他按推 全部原始点 除手脚外 还有换处 令热圆 干姜片四两 红参二两 觉得疲惫或天气变化时 都会加红参粉 这期间 每天都有明显进步 体力增长很快 每天上午 连走带跑 一个半小时 下午跑步 三个多小时 俯卧乘一口气 二十多个 爬楼梯 四十到五十层 一口气可以爬七十多层 不会累 出血的问题 也有反反复复 5月19日 有出一点血 带血块 5月29日 排出一血块之后 很干净 6月15日 又排出一大血块之后 也很干净 5月21日爬山 6月1日拉筋 6月8日爬山 第一次登顶 6月20日 自从得病以来 第一次有月经 第一天肚子疼得很厉害 按追后缓解 热敷热透就不疼了 第二天正常 第三天正常 第四天 顺利结束 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不适 7月15日 小肤有点疼 按追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情况 还有几次出血 都没有影响她的体力 接下来的这个月 还是每天 帮她按对全部原始点 腹部 腹骨勾 齿骨 从没间断 最后消失的痛点是 头部和上背部 已经承受力极强了 体力再增加 人也胖了一些 肚子里边的硬块 没有了 肚子很柔软 整个身体 都是柔软的 偶尔疲惫不舒服 也很快解决 如有体力欠佳 或一段时间体力不增时 都会增加内热源 内热源的量达到过7量 问题解决 降到正常量 第二次月经结束后 还是照样帮她按推 全部原始点 腹部 腹骨勾齿骨 整个身体软软的 腹部也软软的 内热源逐渐减量 只是内热源的量 减得多时 体力会有下降的感觉 有时候减下来 又加上去 运动量逐步增加 全体爬山时不再落后 跑步每天十公里 爬楼 拉筋 握成活动 所有关节 每天都做 体重胖了好几斤 体力继续增加 病情稳步好转 她精气神十足 恢复了以往的活力 人看起来年轻很多 8月14日 全家快乐出站 回家 8月13号 先生送她回家视频 有机会看缘分 好 好 好 你好 李师兄 有机会看缘分 这肯定要去的 嗯 真有一家 真有一家 我公顶化 好 一路去吧 好 好 好 对 患者于2020年8月确诊 公颈癌中晚期之后 患者曾去过两家供应点 用原始点调理8个月 病情并没有改善 出血未及时 义工反而建议她去医院 万难无奈 回家自经调养 直至2021年4月 来到我们的服务点 经过三个月 021天 义工细心照料 及指导后 完全康复 4月27号 8月3号 禁照 请老师傅重说明 哇 这个也是蛮精彩的 这中间过程中 起起伏伏 反反复复 然后 从 开始的观念不清楚 因为出血会害怕 然后 然后 到 智工的辅导 心态上也比较安稳下来 然后 智工的悉心照料 我觉得非常精彩 这个患者跟 台北那个子宫癌一样 当然 当然 台北没有办法像 这一个案例一样 他可以跟智工一起生活 那台北 这位患者 他是 一个礼拜来三次 然后 教导他们家人 那 刚开始 因为肿瘤也是 按完之后 整个他的小腹 整个都是僵硬的 那时候我也有帮他 就是小腹周围都有按 然后涂僵本 早期是这样 到了后期 就 比较加强 大开关 还有 热源 的温敷 那 这个患者是 他 腹部都还有一些硬硬块 那 等于从处理 大开关 到小开关 都一直持续 这就是针对每个病人 我说的按推 这些硬 脏 如果没有消 患处是可以按的 所以这个患者 到最后观念的清楚 还有细心的着料 最后经过三四个月 应该算蛮快的 因为 以我的理解 他去的时候 已经几乎 完全几乎没什么体力的 而且脸色也非常难看 应该 以原始点的诊断来看 应该都是 重病到 命危这个阶段 然后能够在三四个月 能够这样扭转过来 确实不容易 很精彩 我觉得这个视频 能够这样很详细的记录 然后 我 这样会给很多患者 以后再看到 会起更大的信心 那同样后面 这几句话也引人深思啊 你看 志工如果遇到出血就害怕 那这样怎么有办法 帮患者呢 等于志工他的观念又不清楚 然后还叫他去医院止血 这这样当然就 对患者而言以后就更怕血了 事实上我们重病处理都有讲过 出血也是一个修复过程的正常现象 而因为流血 有时候肿瘤它会消得更快 书本上都有血 像台北那个患者 他光留组织液 每次按都会留很多组织液 而且又很臭 这样也前后也留了八个月 时间很漫长 所以如果没有耐心 观念又不清楚 很可能就中途 就已经放弃了 台北那个志工 那个患者也是 他有讲 留那么久 有时候都想放弃 但最后还是大家的鼓励 他也坚持下来 最后到第八个月 确定不留 他精神就位置一正 心情也变好 那这个患者也是慢慢做 血越流越少 然后之后也不再害怕 所以心态向蛮重要 然后加上志工观念的清楚 还有照料的细心 都是他最后能复原的 很好的要素 我觉得很精彩 还是蛮赞叹这些志工的 我就补充到这里吧 我的感想也不是算补充 好 就这样 4708癌 施女士50岁 三年前发现下巴下有几颗樱桃大肿瘤 脖子也有硬块 但没去看细医 去年下班的肿瘤变更大 今年去医院检查 结果是08S7 肿瘤已变不全身 医生说他只有三个月的生命期限了 今年4月底 患者由家人搀扶走进原始点 身体虚弱 走路缓慢 食欲不振 睡眠不好 冰肿流影响 一七天没有睡后 冲突倒脚水肿 肺积水咳嗽 遵照照医时 对重病患者的助理方法 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首先 志工用红豆袋 帮患者温敷全身 红外灯照射 然后用姜粉泥涂抹患者整个后背部 颈部和两边肩胛及腋下 用红外灯照射 等姜粉泥烧干 再全身按推 按推力度以患者能接受为宜 按推后 再涂抹姜粉泥 然后红豆袋温敷 红外灯照射 患者双腿浮肿 冰凉 志愿者用姜粉泥涂抹 从大腿直到脚踝至脚面 用红外灯照射 这样来回三次 然后用纸巾和保鲜膜包裹好 这种方式做了几周 6月13日 患者所夜下有一个新肿块 轻轻触摸酒筒 涂姜粉泥按推 红豆袋温敷 很快感觉疼痛 用缓解 继续温敷换处 一周后 肿块变小了 两周后 肿块消失 进一步检查发现 患者身上有更多肿块 如两腿 腹骨勾位置 志工敢用三明治方式 前面和后面大面积的涂姜粉泥 红外灯照射 然后保鲜膜包裹 让热源伸进体内 这样的处理方法直到8月初 至此 患者开始有好转 能吃多一点 且睡眠变好 8月15日 志愿者注意到患者双腿 小肚和脚踝到脚面都消肿 肺积水和咳嗽消失 可以全程趴在按摩床上接受按推 之前患者要做按摩椅按推 患者逐渐好起来 但9月19日 患者又发现两边耳蓬靠近两部 脸部各有一颗心肿块 左眼眉尾端有一心肿块 志工用姜粉泥涂抹两边换处 红外灯照射 用红豆袋再换处两边温敷 一周后 肿块消失 经过六个月 每周三次 志工们的细心调理 和患者的解密配合 按推 为您热源 好心情 吃粮运动 充分休息 至11月21日 患者体力改善 胃口好 体重增加 基本上已恢复正常的状态 下面是患者 调理前后对比 及患者的心得分享 调理前 调理后 调理前 调理后 4708癌 患者康复 分享影片 我叫施林 今天4月份 被医院诊断出 末期的 零八癌第四期 那个时候我肺部积水 伤腿浮肤 食欲下降 睡眠 长期的失眠 经过人介绍 我来到原始点 做治疗 经过了两三次的原始点治疗 我的食欲有改善 训绵有进步 所以奠定了我对原始点 长期进行治疗的一个信心 经过原始点医工们细心的治疗 每次给我温敷 按压 涂浆泥 回到家以后 我积极的配合 锻炼身体 温敷晒太阳 喝姜水 经过长期 漫长的将近六个月的治疗 现在我身体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肺部积水 逐渐退去 双腿的水肿也全部退下了 以前显而易见的淋巴流 肿得像拳头一样大 现在基本上都摸不到了 现在我精神状态越来越好 食欲也吃了很多 从以前身体重降了35磅 现在又恢复又增加了8-9磅 所以我现在非常的高兴 我是原始点的受益人 我非常的感谢原始点 所以今后 我愿意学习原始点的按推技能 让这么好的医术 让更多的人受益 谢谢大家 请老师补充说明 这个也是非常精彩 淋巴癌 它全身 然后已经又肺积水咳嗽 从这些症状来看 都已经是命危了 很严重 然后还能够经过这样六个月的调理 吸心调理 然后患者慢慢康复 这个过程让人感动 我看了真的 只能说赞 其实原始点发展到现在 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发现 一定要解决癌症 每次看到这些恢复的例子 我内心都激动不已 真的感谢志工的努力 患者才能够好起来 不容易 好 我就没什么好补充 因为做得太好了 我们就结束了 好 好 谢谢老师 再见 好 谢谢 好 大家再见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下周见 再见 拜拜